观众我们来看一下 这局的话是个赛点 鱼女如果说凌羊这边能保平 游戏就结束 这个阵容呢 打鱼女其实我觉得不错 这个阵容打鱼女在张地图 我个人感觉这个鱼女其实 有一点点掏出来干嘛呢 练兵的感觉 就是他其实更稳的话 我觉得掏一点别的 他手里面的雕刻家也好啊 红夫人也罢呀 因为你如果说按同样的熟练度来讲 我觉得红夫人是不亚于这个鱼女的 而且这个红夫人的熟练度 肯定要高于他的这个鱼女 所以这波我觉得他这个鱼女逃出来 就是因为他们的优势够大 所以说这个鱼女可以逃出来另一链 在比赛里面以赛代链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要不然逃不出这个鱼女 这鱼女逃出来 球者6好了 是有可 是有可能打出一个 但教授为什么带双坛啊 这教授面对无论是红夫人 还是鱼女 甚至是雕刻家 我感觉都带个飞轮 会不会好一点啊 这不会 这水汽 玩着玩着没了吧 闪现 还没好呢 这个鸡岛稍微的快了一点啊 这个鸡岛呢 我有点没想到的 我本来给大家推荐的是这局是个屏 那从目前的这个鸡岛来看呢 大家就当我是个屁一方了吧 这个局屏不了了 这个局除非穷者这边 救下来以后 因为15秒以后还有个壳嘛 这个教授要顶住 顶住以后呢 拖到薄命结束再逼出闪现 这个局才有可能 这里 什么人过来救 怎么说 水汽 一刀 哇天呐 妈妈咪 这个水汽 主要他身上这边有49的水汽 他这边有点着急 怕什么的菜吃一个水汽以后这边吃双岛 结果 一个震慑 幸好我听了大帅的压的不平 我真谢谢你 这个阵容打鱼女 说实话我真觉得平局的面很高 只不过这边倒得快了一点 再加了一个震慑嘛 要不是这两手 我都觉得还能 还能再看一看呢 捞得下来吗 捞下来了 病患这边给出了一个薄命 好的 穷射能不能就着这一波 打出一个绝地翻 有点有点难反 说实话有点难反 一个冲刺 然后一波收 教授这边的壳刚才已经交掉了 那这样的话 挂飞教授 队友调酒师这边给守木送了一瓶酒 通缉到的是病患 因为手里面有闪现 这里的话 找到这边的病患 直接将其击倒 我觉得是可以的 然后选择来追这边的调酒师也可以 因为他这边手里面有闪现 调酒师这边面对一个有闪现的鱼女 一波回游拉近距离以后 压住点位闪现 是可以直接带走的 这边阿闪 哎 舒服 差了两台半的机子 这里的话 可以提前恭喜 GYM战队 获得了本次小龙杯的季军 确实 今天整体上面来讲 GYM的发挥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病患 这边再来就一波 对吧 守木人来救一波吧 我觉得守木人可以再来救一波 对吧 怎么定把这个博命给用了 一波收叉 这边守木人进入水汽范围 云女这边应该是包一个水汽等着他 救下来就是胜利 救下来 救下来就是 这边都是 这边壁坏都笑了 真的给的压力好大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就是当你这边出现了一个震慑以后 你这边再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再去救人 你心理压力很大的 往往这种情况下会更容易再次出现震慑 因为你慌嘛 慌了就可能能够考虑到东西就没那么多了 你别说这边悄悄的把这调酒石捞了下来 这波病患可以 人家又不是职业 就人家就算是职业 怎么的救人出震慑 我们职业圈没没见过吗 不是也见过吗 而且很常见的 救不救得下来 人这个东西是双方博弈造成的一个结果 他这个就是刚好对吧 节奏上面被吃到了 而且呢 这波面对鱼女 说实话在心理上面 在那个水汽方面 他都是处于一个烈士的 震慑嘛 就震慑了 我刚才讲了 那个R7这支队伍在整体实力上面 确实跟其他 今天四强呢 另外三支队伍相比啊 我觉得实力上面是要差一大截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一个反应状态来看 他们也知道自己 其实打不过对面的 就享受比赛嘛 这对不对 这又不是高考 兄弟们在我们直播间的呢 马上要高考了 对不对 高考倒是决定你们人生的一件大事情 好好复习 好好备考 考个好成绩 将来呢 读个好学校 找份好工作 赚大钱 然后再来我直播间消费 好不好 我先下一步大棋 希望所有我们直播间的观众都能够 对吧 高考的观众都能考进名校 然后将来对吧 升官发财 然后再来我们直播间消费 不要像大帅一样 像我其实也还行 我读的大学说实话真不错 你们不要小看我 好了 还是恭喜军嘛